虚拟货币比特币具有保值功能和隐秘性 由于价格波动剧烈 投资人认为获利较一般股市大 成为投资标的 但也因为波动性大及法律地位混沌不明 比特币能否取代传统货币引发不少争议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目前旧的国家货币已被美元取代 经济很大部分来自国民在海外工作寄回家的外汇 但外汇手续麻烦 因此萨国国会近日通过一项法案 允许一般日常生活交易使用比特币 这让萨尔瓦多成为全球第一个 认可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但另外一方面 中国当局近期大动作打击虚拟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5月中宣布禁止金融机构 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相关服务 警告消费者不要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而内蒙古发改会也发布公告 将针对对虚拟货币曾进行挖矿行为的大数据产业 取消各类优惠 所谓的挖矿指的是 虚拟货币网路的电脑需要不断进行计算 借此产生区块获得用户取得比特币作为奖励 由于挖矿十分消耗电力 内蒙古地广人稀 锋利能源足够 电价便宜 因此成为虚拟货币挖矿的主要阵地之一 庄社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